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器鉴定当中啊 今天主要讲的是 青三代以及这个清末民初 还有现代的粉彩词的对比 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青三代以及清末民初还有现代粉彩词的对比 因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我想在日后呢 会再专门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那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粉彩词呢是最早创烧于这个康熙时期 那金于雍正时期 而盛行于乾隆时期 那么三代的这个粉彩词呢 最精美的呢还是雍正时期的 他精美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色色 就是色彩的使用 以及绘画的精美啊 这个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啊 因为这个跟这个雍正皇帝自己的审美观有直接的关系 那雍正的粉彩词呢都是比较淡雅的 除了这个这个 几个别的啊 这个八仙过海这一个瓶啊 但是八仙过海这个瓶呢 它也是在 所谓的这个农宴当中 也是透出了一种这个淡雅啊 我们看无论是这种啊 花鸟的还是人物的啊 他这个绘画都特别的这个精致 而且使用的色彩呢 特别的协调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这个雍正时期的粉彩词 大家特别要留意 我曾经有一个视频专门给讲过这个雍正时期的这个粉彩词的这个人物 他的这个人物的文饰 大家看他不同的人物的这些个 文饰呢 就都是画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多细节方面都特别留意了 那么在花鸟上面啊 人物上他画的非常的精细 看这个蝴蝶啊 画的非常的漂亮 荷花啊 这蝴蝶啊 然后这个 他的这个渲染呢 这个使用的是 也是这个画师的功力非常的强 像这个桃子 画的是栩栩如生 像这个花 灵芝 画的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些树干画的非常的精细 那这就是清代的这个 铜制 这是铜制年间的坟采 这是光绪的 这三个都是光绪的 这两个叫大雅斋的 这个是光绪的 这个叫江山万代 这个一看 这个一看从他的色色上 比雍正那个时期就差了非常的多了 而且在绘画上也差得非常的远 这个说明了一个国力问题 那国力衰败 那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去制作这些精美的东西 另外呢 这个 由于这些画师 可能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也不好 因此呢 画出来的东西呢 也不是很美 我们看这个时候的色彩 他无论是绿也好 蓝也好 都跟雍正时期的都有了一些变化了 要么就是身 要么就是钱 达不到那个水平了 那这个是民国 民国初年的时候 粉彩 那这些粉彩呢 也是在色色方面呢 差了很多 色彩的运用上画了很多 但是在绘画的技法上呢 更加融入了西洋画的画法 说明在那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呢 这个 很多学习西洋画的这个画师呢 也加入到了这个绘画瓷器当中 哎 这就是现代的这个粉彩词 这个现代粉彩词呢 这个色彩看起来呢 就不舒服了 你看着好像挺精美 但是这种色彩看起来 真的是太呛眼了 而且呢 在所谓人物的文式上面的这种绘画呢 少了这个中国画的技法 更多的是属于加入了太多西洋画的技法 所以呢 就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舒服了 那就是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日后呢 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从他的这个太右 以及他的这个绘画呀 各方面详细做介绍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